Hello,大家好 去说一下 这口气忍不了了,怎么办 比如说我今天,我非常生气 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生气 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 已经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了 真的忍不了了,特别生气 这口气真的是咽不下的那种生气 嗯 但是呢 我呢 不敢怨恨别人 我只能自己在这生气 嗯 反正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不爽就对了 但是呢,虽然说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不爽 可是呢,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是不变的 就是人都有他纯净纯善的部分 有这个就够了 至于呢,你当时生气 嗯 或者是这口气咽不下去 那种想法不用在意 那种想法不用在意 别人不当真的 你当真的,你不是吃亏吃大了吗 所以呢 你看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的出现呢 是为了教我们 他教完我们,他就走了 这段圆禁呢 他就走了 或者说他身上再没有什么教你的时候 他就走了 好,比如说我有好多朋友 跟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可是呢 学得差不多了 感到他们是佛的时候 他们就走了 所以这口气你忍不下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必要忍 因为对那个你来说呢 忍不下就是忍不下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你并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一直如如不动呢 一直纯净纯善呢 一直是没找到他罢了 加油